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 我是会计师林毅 今天要来和大家聊的是 列举扣除而向下的按揭利息的抵减 在这个栏目下 纳税人可以抵减主要自用住宅 及第二栋自用住宅的按揭利息 而所谓的自用住宅 除了一般人印象中的房地产外 也包含了移动式房屋及传屋等等 可以抵减的范围涵盖了一胎二胎 重贷及房屋禁止贷款 但是要留意的是 按揭利息的抵减也有它的限制 首先减在这部分的利息 必须是用来购买新建 或是用于此房屋改建的支出 第二房屋贷款的利息 在川普税改后 紧缩了抵减金额 在川普税改生效前 就是12月15号2017年 可以抵减的利息 限制在贷款本金100万内 但是在12月15号2017年之后 贷款利息缩减至本金75万 由于现金的贷款利率很低 若是这个栏位的数字太高 表示利息抵减超过限额 值得警惕 实务上我们就有看到一些案例 因为没有计算抵减上限 而被国税局查核的例子 而遭到查核之后 也有见过国税局提议全部不给抵减 到时候要再提出纳税人 根据税条或者是schedule A的指示 符合抵减条件 再予以距离力争 若是有多人或是在非配偶的状况下 有责任要支付贷款利息 却只有一个人在表格1098上 这时若是没有在1098上的纳税人 仍然可以抵减 但是要在税表上列出 收到表格1098的纳税人的姓名 以及地址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agapecpa.com 或是致电我们Cupertino的办公室 408-725-1700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